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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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个礼拜 我们再回顾一下 有关一些戏曲的 关键性的名词 那就是 什么是戏剧 什么是戏曲 还有戏曲剧种 以及一些腔调 我们的结论是 所谓戏剧 就是 演员装扮 演故事 就是戏剧 演员装扮 演故事 戏群 分作小戏 大戏 小戏 就是演员装扮 和歌舞 以代言体 演故事 但是如果大戏 它就具备了九个元素 而小戏 而小戏所有的元素 它本身也要发展到 一个什么样 一个艺术啊 要高度的精致化 才能作为大戏的元素 那小戏呢 当然就是戏曲的雏形 所以它具备的元素 所以它具备的元素 也就比较简陋 拿它的肢体动作 身段来说 小戏只是一种 韵律性 但大戏 有这个肢体的语言呢 它每一个动作 都可以代表它的 这个思想情感 也有这个 语言性的作用 那么大戏 是戏曲的完整 然后我们也说过 大戏的 三个这个什么样 美学的基础 是什么 歌舞乐 歌舞乐 那因为它的剧场 是大型的剧场 还是小型的呢 狭隘的 所以使得中国戏曲 它的艺术特质 只能走向写实 还是写意啊 这是上个礼拜呢 有关戏剧戏曲 我们重新回顾 那么戏曲剧种 我们说过 戏曲剧种讲了没有 上个礼拜有没有谈到戏曲剧种 听到没有 我们上个礼拜是讲到 这个有关枪调 声枪和唱枪的分别 这三个名词 也是学术这里边 也是学术这里边 大家 目中一事 没有弄清楚 这四个名词 腔调 是一个地方的一群人 他 以方音 他的方音 以什么为在体啊 以方言为在体 当地的 那个 他的声音 音就是 一个字里边 总有行 音 意 对不对 一个字 有字形 有字音 有字意 那么方音 就是这个地方的人 对这个字的音的读法 是地方性的 他用什么来把它呈现出来呢 用它的语言 当地的语言 所以方音 以方言为在体 所呈现的 语言旋律 就是地方腔调 所以地方腔调 是一个地方的一群人 他共同的声音 的一个特质 所以他是属于共性的 还是这个个性呢 共性 一群人在这个地方 那么这样的一种腔调 他传播到别的地方去的话 如果呢 他的这个声音 执行的强度 大的话 他到一个新的地方 会不会和那个传播地 本身也有他的方音呢 就会产生 碰触 碰触 的结果 只有三种现象 一种是你强过他 对不对 一种你弱于他 一种你弱于他 势均力敌 强过他的 他就会被你所吸收 成为你的一部分 那对方就消失了 可是你呢 吸收了人家呢 有没有 具有他的元素在你里边呢 有 这个元素 会不会使你原来的 产生质变呢 所以当 如果我们 说 这个方音 产生的 腔调 传到甲地 他强过他 的话 吸收了甲地的 这个土腔 然后 吸收成为你自己的一部分 他到乙地 又强过人家 会不会把乙地 也吸收进来啊 那么 他到了丙地 如果又强 会不会吸收进来啊 那么 就这个原有这个腔调 刘波来说 他 含有甲地的 也可以 含有乙地的 含有丙地 丁地的 请问 这个甲地 留步到甲地的 和留步到乙地的 和留步到丙地的 和留步到丙地的 他们 甲与丙的这个 腔调里边 有没有共同的一个强的 直性在里边呢 就是原来那个腔调 对不对啊 那么甲与丙 彼此之间 是不是有各自不同的特质啊 因为他有 到一个地方 他会有 吸收人家的 也会产生一种 直变 那打个比喻来说 像 陕西 邦子 他是邦子羌的 原生地 所以 他传到 山西 山西的土腔进来 就变成 山西邦子 传到河北 河北的 土腔又进来 所以他变成 河北邦子 同样 河南 同样 山东 都会产生 河南邦子 山东邦子 对不对啊 那么他的一个共性 是什么啊 就是邦子 可是因为他传播的地点 不一样 注入的元素 各不同 每个注入不同的元素 不同的 是不是会产生不同的腔调啊 但是主体性一样不一样啊 主体性一样 所以像这样 以一个强势的腔调 流播出去的 他如果一路强势的话 他就会 产生什么呀 腔调系统 形成一个 腔系 像刚才那个叫什么 邦子腔系 对不对啊 那邦子腔系 成为腔系的 现在学术界有个共同名词 就叫 声腔 所以声腔 就是形成 腔系的 这个 腔调 可以形成 腔系的腔调 就叫声腔 像我们呢 明代的 海元腔 易阳腔 鱼姚腔 后来 昆山腔 或者明清以后的 邦子腔 皮黄腔 都可以形成腔系 它们就可以叫做声腔 但是在当地 以方音为方言 为载体所形成的地方性的腔调 当它还没有流传出去的时候 有没有名字啊 没有名字 那只是原生地的 都叫土腔 凡是原生地的 都叫土腔 所以 所以土腔一定用 土音 以土语 做载体 产生土腔 那么如果它的载体 从语 从语言升格到乐曲 那么这个就土曲 如果在演出戏曲 戏曲 就土戏 所以土音 土语 土曲 土戏 都表示在这里边怎么样 什么变化 什么变化 载体变化 声音没有变化 都保留在原地 对不对 可是一旦它流传出去 人家就会 别的地方 会不会给它一个称呼啊 那称呼就会以原地 原地的怎么样 地名 为称呼 所以当昆山 这个地方的土腔 流传出去 被人家称为昆山腔的时候 请问 这象征什么意啊 这个腔调已经怎么样 流不出去 当 在北京的这个戏曲 北京的戏曲啊 以西匹阿坊 为主要腔调手 形成的戏曲 在北京 就叫什么呀 批黄戏 可是这个批黄戏 一传到天津 传到上海 天津的人 上海的人 才开始叫它什么呀 京戏 所以 京戏呢 就看它 流播出去的时间 在同志六年 可是 批黄戏成立在北京 结合形成的时候 它的艺术完成呢 被 大家把它当作一个戏曲剧种 在北京的时候 在北京的时候 它是 道光 二十年 就可以说批黄戏成立 现在各位这个概念 有了没有啊 所以 曾经戏 表示它已经什么呀 流播出去 为什么流播出去呢 大家喜欢它了嘛 才会流播去 被接受 现在不是一些学者 都是拿西方的理念啊 什么传播学啊 接受学啊 我是大不以为来 这中国语言都有了 为什么要拿西方的来自我角合呢 这个都是没有民主主尊心的一种学术的这个 这个 这个 被殖民的样子 可是在 咱们台湾特别厉害 腔调 腔戏 声腔 这概念呢 还有一个唱腔 这个唱腔啊 也是搞 这个 传统音乐的人啊 我看过 起码二三四本书啊 没有一个搞清楚 你想唱腔 顾名思义 它一定是一个共性还是一个个性啊 当然是由这个人唱出来的才叫唱腔啊 由歌唱者唱出来的 那么歌唱者 他如果拿昆山人来说 这歌唱 那昆山的这个歌唱者 他有没有昆山这个地方的一种方音啊 有没有那个方言啊 所以他唱的这个共性的腔调一定是什么啊 昆山腔嘛 他用的 他个人唱的是 昆山腔是他的共性 可是他自己有不同的音色啊 每个人都有这个声音发出来的那个直性 音色不一样 每个人对一个字音的掌握 各位知道字音是非常麻烦的 我们字音有生母有孕母 有孕母对不对 孕母里面还包含什么呀 孕母里面还包含什么呀 孕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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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呢 就送气 for呢 唇词 差音 所以这个发音的方法 发音的部位 是双唇 但发音的方法又分 送气 不送气 差音 所以发音的部位呢 掌握不清楚的话 发出来音会不会准确啊 不会 所以呢 每个人就要讲究发音的这个口法 口法就是你掌握 发音的部位方法 原因的话 又有舌面前 舌面后 舌面中 对不对 原因还有高 半高 半高 这个 还有 半低 半低 等等分别 最终叫做央元音 像 元音 它也有这些 舌面前中 或和高低的这个层次 所以这些呢 都是口法 口法就是你咬字 土音 精准不精准 请问 这是不是 个人的修为啊 每个人都不一样 还有呢 我们歌唱出来 当然要有歌词 对不对 歌词里边 就有歌词 它要 的每一个字的字音 这个字音就要用口法 掌控 清楚 可是每个歌词里边 有没有歌词所呈现出来的意义 情境思想情感呢 你这个意义思想情感要在声音里边把它传达出来 所以你就用它的高 低 强 弱 长 管 顿挫或者其他的技法 这结合起来 把这个声音 利用声音 把这歌词的意义情境传达出来 这整个的就叫行枪 你把这个枪行出来 所以唱枪就是 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特色 每一个人的这个什么呢 艺术掌控的水准的高低 因此包含哪几个元素啊 音色 梅南方的音色和陈燕秋一样不一样啊 每个人的这个掌控 这个发音的咬字土音的口法也不一样 每个人呢 用声音要呈现那个意义情境的技法 技术也不一样 所以 你在这个什么呢 个人的话 就以自己的 凭借自己的音色 凭借自己的口法的精准度 还有行枪能力的这个什么技法 那以什么为基础啊 你如果是昆山人 你就用昆山枪的这个共性为基础 可是在你的运转之下 你唱出来的昆山枪和 一般共性的昆山枪又有没有不一样啊 你的个性是什么呀 特别鲜明啊 所以唱枪是一个歌唱者呈现他的这个什么呢 个性的地方 他和腔调是一个分源 就是一个是呈现的是地狱性一群人的共性 但是唱枪呢 是这个人以地狱的共性为基础 又突显了自己的这种个性的 所以唱枪和腔调是不一样的 这三者是不一样的 因此 像这个流派艺术 流派艺术 像京剧的流派艺术 是以什么为基准 来做流派艺术的分野啊 是以腔调还是以声腔还是以唱腔啊 唱腔 这样你们懂了没有 为什么四大名单都有各自己的流派呢 因为他唱腔不一样 可是四大名单唱的都是不是共同的腔调啊 西匹奥坊啊 你也唱西匹奥坊 我唱西匹奥坊 西匹奥坊就是腔调啊 那么没派的唱腔啊 你只能说这是没派的唱腔啊 这是成派的唱腔啊 那为什么他将会成派呢 因色是可以训练的 你慢慢训练 还有那个棉兰坊的咬字土音的口法 可以不可以学习啊 可以啊 那行腔的那个技法可以不可以学习啊 也可以学习啊 学习到彼此差不多就可以成为同派啊 但是能不能完全一样啊 不能完全一样啊 因为怎么样 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 不可被学习的某一种特质在里面 但是有一些技法是可以 像这些啊各位也把它弄清楚 那戏曲巨种啊 我在1989年刚到大陆的时候 大陆的朋友们告诉我 他们认为的戏曲巨种 都是以腔调为分裂的基准 所以一阳枪就一阳系 坤山枪就坤山系 海盐枪就海盐系 黄梅调就黄梅系 帮子枪就帮子系 是这样分野 我说这个恐怕不作言 那么颂言杂句呢 我说错了 颂言南曲戏文呢 金言北曲杂句呢 明清传曲呢 明清南杂句呢 清代的京句呢 这又什么呢 所以我才写了一篇文章 叫《论说戏曲巨种》 也就是戏曲巨种的这个 戏曲巨种顾名思义 是不是戏曲的种类啊 就是戏曲的种类 但戏曲的种类如果 分类的基准不一样 分出来的会不会一样啊 当然不一样 比如说你是一个小学老师 你要给你的学生做分类 台北县的同学 台北市的同学 这个南部的同学 是不是就地域来分学生呢 他们照样有不同类别啊 这个自由生 这个笨蛋生 这个中班生 是不是又有不同的分类啊 这个是大官贵人生 这个是这个什么呢 这个富商富豪生 这个是贫穷生 是不是又分不一样啊 所以分类的基准不一样 它的类别当然不一样 那么戏曲巨种应当用什么来分呢 就是所有研究学者 也没有去思考过的问题 而自然就形成一个腔调 但腔调只是其中之一啊 没有办法来作为戏曲研究 或者戏曲分裂的真正好的基准 所以我才提出了 上个礼拜写在黑板上的 我说第一 从艺术来分的话 那么戏曲呢 有人演的 有我人演的 人演的艺术 我人演的艺术 是差别很大的 人演的艺术里边 又有一种初级的艺术 又高级的艺术 也就是一个戏曲雏形的艺术 和戏曲发展完成的艺术 所以 如果以艺术分 就有小细 大细和什么样 我细三个里边 第二种呢 是不应当副裂 还以前被副裂的 那就是体制规律来分 体制规律来分 简称为体制巨种 别曲杂句 各位都知道 它的体制规律 最明显的它 用什么曲啊 别曲 第二呢 它一本戏 它的论本算 一本戏有几则啊 几个段 四则 一个人独唱 每一则 一个弓调 一套曲 押一个韵布 像这些都是体制规律 南曲细纹的体制规律 和别曲一样不一样啊 不一样 南曲细纹 它 不限于四则 可长可短 它主角唱的比较多 但是次要角色 可以不可以唱啊 可以唱 它一则是不是只有一个弓调 一套曲呢 不一定 它也可以有两个弓调以上 排场的转换 押韵也可以谁转换 等等 那么南杂局呢 和这个传奇呢 明清传奇 明清杂局有什么分野呢 这个将来呢 做一个专题 和各位说 说一下明清杂局 明清 传奇 它也是不同的体制规律啊 那么这些是曲牌体 用词曲长短的句子过程的 词曲 词曲系 曲牌体 那你也有一种用诗战戏 唱词用七个字十个字的 音乐用板腔的 那么这两种的体制规律也不一样啊 所以它的体制剧种还是 精具的体制剧种还是又不一样 所以体制规律也仍然很重要 然后才能谈到这个腔调为基准 那么体制规律之间和腔调之间 所产生的体制剧种和腔调剧种之间 所以有没有这个互动啊或者这个什么呢 之间的关系啊 当然有 当然有 所以这一些啊 戏曲剧种呢 其实并不 并不是 如果没弄清楚的话 还是有 模糊啊 混淆的地方 打开比例说 琵琶记各位都知道 这是一个剧本 对不对啊 这个剧本它是根据什么来创作的啊 拿体制规律来说 它是根据南曲细文来体制规律创作的 所以就体制剧种来说 它就是南曲细文 对不对啊 可是 南曲细文的琵琶记 如果 如果 用这个什么呢 早期 的腔调 像 海盐腔来歌唱 那么被 海盐腔歌唱的 这个琵琶记 它就是怎么样 海盐腔调的 所以它是不是属于 属于 海盐腔文啊 是不是属于海盐腔 就是 琵琶记 这时候的琵琶记就是 海盐腔文 海盐腔啊 可是那后来也有什么 从琵琶记 根据这个什么呢 易烊腔的音乐特质 给它加上滚白滚唱 然后来歌唱 那这时候的 这个琵琶记 就是怎么样 易烊腔细文 好 后来是谁啊 魏良府 魏良府创发了水魔调以后 也可以把 用水魔调 来歌唱 琵琶记啊 那这时候的 琵琶记 是不是昆曲啊 是不是昆句啊 就昆山枪戏 也是啊 所以这中间的这个 这个混淆 好 譬如说 斗鱼 斗鱼他在这个什么呢 他是 别取 用杂志剧的体制规律来创作的 所以就 体制剧总来说 斗鱼是什么 别取杂志 可是后来呢 斗鱼 虽然没有说他被海言枪唱 或者说被什么唱的痕迹 但是 别取也可以用南调来唱啊 但这种南调来唱 应当是要到什么时候啊 要到 要到魏良府的 昆山水谋调啊 因为他打通了南北的这个梵里 他可以把北渠昆唱 和谁研究出来啊 和他的女婿张也棠研究出来啊 好 这时候的这个什么啊 这时候的这个 斗鱼烟啊 他就可以被昆山水谋调唱 结果他就是昆山水谋调昆祺 昆山水谋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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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今天我们接着在谈中国戏曲 也常常被误解或者是被挂在嘴巴上说 其实并不一定如此 比如说受西方教育的 他常说中国戏曲起源发达得很晚 因为希腊悲剧距离现在多少 2500年 但这个问题 如果我们反问 到底什么叫戏剧 到底什么叫戏剧 到底什么叫戏剧或戏曲的原生 到底什么样才是戏剧的完成 这些概念如果不清楚 是不是时代会差别很大 我在大陆开会 因为常常就是因为基准不一样 尤其有一次 我们北京中国 这个戏曲学院的一位教授 叫傅锦 前几天我碰到他在上海 哇原来他还60岁了 我都本来看小孩子 他还60岁 那也有一个南京大学的 叫谢玉峰 我这次五月请他来开会 他们两个呢 就和日本的田中 田中益城先生 就打起比较来 他把田中益城批评了一塌糊涂 那田中益城呢 这个 有一次又在一个场合里边 又对干起来 在中山大学 我也在场 其实他们呢 是基本观念不一样 傅锦和谢玉峰 是认为 中国戏曲 真正的 完成的 诵经 就是 南宋中益和金元 距离现在 八百多年前的别曲 这个 杂句 和南曲戏文成立 中国戏曲才算 真正成立 但是我在 课堂上和你们说过 那是什么的成立啊 那是大戏的成立 田中益城先生是迷信 一切都从宗教来的 他认为 中国戏曲的起源 他调查了东南 花了很多时间 都宗教里边的乌戏 这些 来的 所以一个是从原来说 中国戏曲 一个是从怎么样 整个艺术文学的完成来说 这两者之间 本来是可以不冲突的 但各站在不同的立足点上 当然论述就有许多的不一样 所以拿这些啊 所以我常常说 你说讨论戏曲与死 最重要的是 到底什么叫戏剧 什么叫戏曲 对不对 你这不定位 不行 戏曲与戏剧也有它呢 什么叫起源 什么叫做成立 什么叫成熟 什么叫衰落 你一个生命史 就拿人来说 拿我们这个什么呢 传统的算法岁数 拿台湾来说 你在母亲肚子里边 那一年就算一岁了 可是有一些要怎么样 又生出来了 才算一岁啊 所以生出来往往就两岁啊 所以谈老戏曲的起源就变成什么 过程戏曲的元素 拿人类来比喻就是说 母亲的卵子也是这个人的根源 父亲的精子也是人的根源 母亲的子公也是根源 那如果你给他定位 既然成个人 就要人的模样了才像人 那就要生出来什么呀 婴儿才是算人的开始 你看这中间是不是差别很大 所以你把那个学者的讨论 我写过一篇中国戏曲的所谓这个 这个渊源的探讨啊 就有22种不同的 的这个观念 就是迷信于什么啊 戏曲的任何一个过程因素都算戏曲的根源 那这样和跳舞和歌唱和这个什么 许多就从此不能这个分野了 过程的元素 我们说就有几个 我们说九个对不对 事实上那九个还可以分 还有戏曲 要把它 这些艺术元素把它综合起来 需要不综合的温床啊 那你把不同的温床都算进去 还有些呢 用一种更缥缈的 从戏曲有什么功能 具有功能的就是它的根源 什么娱乐说啊 劳动说啊 那这一些加起来说二十几种啊 我把它归类成五个这个不同的这个面向 排除他们的这个 他们的这个不能站着住的地方 一个一个用排除法 所以要先给它定位 那刚才我们说 戏剧的定位是什么呀 演员装扮演故事 所以历史上我们要说根源 我们只能找文献记载 或者田野考古发现的证据 那个第一个出现的我们只好说什么呀 那算是一个起源 只能如此 以谁的时间最早 所以各位还记得吗 像这样戏剧的最早的 可以称作戏剧的 就是桌里里边的方向式 因为方向式 他在驱逐 他有没有化妆啊 有啊 他穿着这个什么 这个 这个 这个红色的 什么 猪衣什么 红色的裙子 黑色的上衣还是怎么样 还是怎么样 脸上戴着个红面具 有没有道具啊 拿着骨头 说他有没有装扮啊 有 他有没有故事啊 有啊 他率领一些小鬼去什么 打那些恶鬼啊 追啊 跑啊 打啊 杀啊 终于把他打死了 戏就演完了 有没有构成啊 所以这就是最简单的一种 在驱逐为恶鬼这样的这个情况之下的一种 呃 演出 它是一种演出 有没有观众 有啊 他有许多人在旁边看 哦 他有没有 有没有音乐 舞蹈啊 舞蹈就是他的身段啊 但是起码他已经合物了怎么样 演员 装扮 演故事 这个条件 那么这个条件 我们结合考古 各位还记得吧 我说几千年前啊 三千几百年前的殷虚大幕 发现了方向式的这个面具 我们文献记载只有什么呀 桌梨里边最早 各位知道桌梨成书 也不会早于战果年间 这就相差一千年 你看 桌梨战果年间最多也是两千 两千几百年 大概两千五百年左右 可是殷虚大幕 是绝对可以推到三千几百年前 一个是田野考古的证据 那这时候你要信任哪一个啊 田野考古 因为田野挖出来的东西 和文献记载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呢 就是说中国的戏剧 戏剧 我们定位的戏剧 是三千几百年前 所以呢 拿这个来说 就三千多年前 当然呢 里边还有一些啊 所谓挪移小戏啊 延伸出来的 挪移小戏呢 是我给他的一个名字 因为 从王国伟先生认为啊 这个乌戏和戏区有密切关系以后 在近代的学者啊 就对于呢 就对于呢 挪戏 可以说 变成一个 鲜学啊 我一位老朋友 曲六宜先生啊 在这一方面呢 可以说成就很大 那成为到处学者都有 台湾呢 有一个学者叫做王秋桂 他曾经啊 利用了奖金国基金会 申请了一大笔钱 这个钱是我审查的 所以 如果说这个没意义 他就研究不成 结果呢 相当大的一笔钱 他结合了两岸的学者 当然也是以这个 大陆学者为主体 因为大陆呢 足远广阔 比较偏远的地区啊 这些挪戏啊 挪的这个 活动还非常的盛 所以就出版了一大套书 这个是近代啊 挪的研究啊 也是戏曲里边的一件大事 后来挪又把这个 慕年戏 慕年啊 也结合在一起 那像拿这个观点来说 有一些啊 就变成了一个观念 中国的戏曲啊 起源于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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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 许多的学者都会那么说 但是我一向 认为啊 戏曲是一个综合的怎么样 文学综合的艺术 它成就到现在啊 这一种面貌 其实就像长江大河一样 所以在四十几年前呢 我就提出来一种长江大河说 我的艺术是什么呢 长江 真正综合成为长江之水 哪个地方才算啊 是不是长江要出海的 无松口那边的长江之水 才是综合性的长江之水啊 所以你如果在长江出海口那无松口 取一瓢水 做科学分析的话 精密的科学分析 你会发现它起码有七百多个组成元素 因为长江有几个支流啊 有七百几十个支流 其实那个号称的支流都是元流 懂了没有 懂了没有 会不会觉得很诧异啊 怎么老师这么说啊 我们如果你的存款里边有一百万 那你柴员滚滚滚 有各种不同的这个学校的薪水 你写作的薪水 你表演的薪水 你什么薪水 你什么薪水 都会进来 这是不是溢注到你的 这是溢注进去 于是后你的存款就越来越多啊 可是如果说什么呢 你这一百万 今天支取一千 明天支取两万 后天 是支取 对不对 支取 像我们的台南县的 我的家乡 乌山头 这个坛呢 叫珊瑚坛 它从里边 有一个菌 这个在台湾读菌 因为我们是嘉然平原 说这个菌叫嘉然大菌 这个是主干 那么这个用来做什么呢 灌溉龙田 比如说呢 它这里开出来一条 我们这个叫大菌 这个叫阿菌 同里这里也有一条阿菌等等 顺着它的流有许多阿菌 阿菌呢 在开出 也有许多的山菌 因此呢它就变成一个网状性的怎么样 出去 请问大菌的谁 就是提供它 它要提供它 所以 这个大菌 它被阿菌支取了 这才是真正的怎么样 支流阿 谁是从那边去 这个山菌又是阿菌的怎么样 更小的支流 所谓支流是这样子 可是我们长江 是不是这样子啊 不是 是倒过来的 长江 现在据说是 清康藏高原的托托河 这个 在高山上的一个河水 它流 往前流 比如说流到四川 我们知道有什么江啊 嘉陵江 明江 陀江 陀江 这些江 对于陀陀河流到这里的江来说 它是注入的还是支取出去的啊 注入的 注入的 好 同里 往前流 到了湖北 它 汉江流进来 到了湖南 湘江洞庭之水流进来 江西 干江流进来 所以这一些 到底是长江的支流还是源流啊 它们都应当是长江的源流 长江如果都被它们支取出去 长江的水越来越怎么样 越少越弱啊 长江之所以 能够越来越壮大 越浩满 浩荡 就是它有许多的源流怎么样 注入进来啊 戏曲的发展呢 应当也是如此 所以 像戏曲 演员一定要有 装扮一定要有 所以拿戏曲的一个源头来说 演员接着 再注入什么 演员的装扮 还有 演员的身段 演员的歌唱 然后再注入 诶 这中间有故事了 有故事情节了 然后这些歌唱呢 歌和唱结合了 歌和舞结合了 契乐 契乐和什么结合啊 和歌唱结合了 一步一步的往前 在这个杂耍特技进来了 讲唱文学进来了 然后呢 哎 种种种的因素 一个一个 代言题进来了 终于 汇翠牙场 哦 直到哪一个啊 我们说过 宋元时代的 瓦瑟锅兰 就怎么样 它是一个 汇翠的地方 在汇翠的地方呢 就开始融合 终于 发展成就出来 所以呢 汇翠的这个 原 的这个原生 和壮大 成立 我在四十几年前 就提出了 长江大和硕 在 也三十几年前吧 在新疆开来一个 汇翠原流的 起源的学术会议 参加学者很多 所以那时候 两岸还没有怎么样 还没有交流开通 可是呢 因此我就没有参加 可是印出来的书 就把我那一篇文章 摆在第一篇 所以其实说来呢 这个长江大和硕 说我是创始者 后来啊 我又看到 有四位学者 包括我一个好朋友 他们比起我来 晚了很多 可是就没有一个说 是真无人的启发 都没有 所以 现在 说 挪系 挪 是它的起源 是单元 挪 哦 发展有限 到哪一个地方 它就停顿 它没有注入 新的元 元素进来 新的元进来 它是不能壮大成为 今天这个样子 所以 汐渠呢 应当是 长江大和一般的 汇翠重流 重流 这些流都是原流 汇翠重原流 而成壮大的 一种 情形 才合乎啊 汐渠的这个 原生的现象 拿这一点来说 后来我们也说过 炸祭 对不对啊 炸会为谁啊 一个虫子 一个精细的 炸祭 还更明显的 文献记载 比较清楚 就是 作出的 大武之乐 大武之乐 写的故事内容是什么 大小的大 文武的武 大武之乐 就武王发作的故事 它毫无问题 是一个歌舞剧 可是这歌舞剧 有没有故事 当然有故事 而且这个故事 是小型故事 大型故事啊 大型故事 我很怀疑啊 中国戏曲的这个 不会说 晚到 宋经啊 或者宋言啊 或者金言 这个时代 你那个大武之乐 在当时候的演出 如果拿我们说戏曲的条件 大戏 大戏的故事 大戏的故事 要怎么样 要曲折 对不对啊 要引人入胜 那个大武之乐 从里边来看 从那武王发作 有很多的军人 在扮演在演出 场面也很浩大的啊 然后还有分段落 其中还包括 周公 少公 分散 儿子 等于在演出 周初的整个开国的立场 你想这样一个立场 会是很简单的演出吗 不是 可是你就没有证据说 他是有谁装扮武王 谁装扮这个 这个少公做工 而他们呢 都用代言体 没有办法 所以我们只好把它 当做一个歌舞剧 宫廷大型的歌舞剧 那里边的这个歌舞乐的结合 显然也已经有了 歌舞乐的结合 也就是戏剧 三个重要的元素都有 像这个 《距离山》现在有多少年啊 三千年 所以像这样的演出 难道会比西方的这个悲剧 还简陋粗糙吗 所以哪一个西方的比我们早 还是我们比西方的这个早呢 就还是个问题 我常说啊 咱们中国人 就是在这个鸦片战争以后 被英国人一打垮 整个民主祝孙心就没了 所以呢 都不知道自己啊 有什么样的 重要的文化成就 可以说树点望主 树点望主 而现在当然不一样了 现在的中国当然不是以前 我希望啊 起码民主祝孙心啊 也能早一点恢复 科技方面 容易 很快赶过去 可是文史哲呢 我们的历史 那当然是世界各民主 望尘莫及 我们的哲学难道比人家差吗 你看先秦诸子的思想 现在是不是有很多人 都觉得我们了不起了 而文学 艺术 其实应该重新考量 大概被西方打得最严重 莫过于学音乐的 学音乐的 其实我们的音乐 你看在先秦的这个月旋制度 知道月旋吗 我记得上学期好像还说过 对不对 那个月旋 那个交响乐 世界上哪一个民族 有我们古代月旋里边的 交响乐的人数呢 上千的耶 那个是可以考察出来 上千人 起码七八百 六七百 几百人 你们学音乐 有没有看过西方用这个 上千以上的演奏再演奏的 恐怕那样的剧场也没有啊 但是我们以前的月旋 宫廷月旋 就有这样大的场面 好了 这个不再催了 也不再自己膨胀了 但是事实上是 稍作重新探讨 是不一样的 好 那么戏曲呢 所以戏剧 我们说根源三千几百年前 三千年前又大型的那个戏剧的演出 而以代言体 就演员装扮 装扮成剧中的人物来演出 合乎现在的 这个王国伟的戏曲的条件呢 其实应当什么时候呢 我觉得啊 那个谁开始的 九哥对啊 那个 那个首先提出九哥的 文毅多 文毅多 他提出九哥 九哥是一个什么来 是戏曲 他没有说 小戏曲是我说的 虽然他对于九哥的这个 分析它里边的戏曲的这个 解构啊 和我不一样 但是基本观念是一样的 九哥我认为就是一个小戏群 而小戏群一直到现在都还有 我们中国的民间小戏啊 小戏群 在这个彩查戏里边都有 我们台湾的车股系也有 我们台湾的车股系也有 就是结合几个小戏完成 台湾的客家三角彩擦器里边 也有小戏群是十个单元组成的 几乎是差不多一样的 李氏啊 求主委啊 有时候文化传承是非常久远古老的 那里边的演员 当然就乌汉怎么样 戏 所以九哥还是挪移小戏 只是这个荣誉小戏它怎么样呢 它已经啊 是代言体了 那代言体非常的明显 所以九哥我们就可以怎么样 把它看作 我们中国戏群雏形的一个标志 距离现在起码2500年 这是在以前戏群时啊 都没有探讨的 从此以后 像汉代的 汉武帝的说的东海皇宫 记得吧 以及魏晋南北朝 历朝历代都有 可以考察出戏剧 戏曲的剧目 我有一篇文章叫做 先秦之唐代 戏剧 以戏曲小戏剧目 考树 就是把唐代以前的戏曲剧目 一个个有的文献把它考察 大概在里面考察了三十几个剧目 那么这个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一直到唐代 也就在唐代以前 都还没有发现可以证明 它是戏渠大戏 发展完成戏渠大戏 文献资料 找不到 只有一点迹象啊 也被讨论过 那就是在北宋 北宋中元节的时候演出什么呀 慕年旧母的故事 北宋 那慕年旧母 她说演多少 七天七夜 从开始这个演 演了七八天 那一个戏可以演七八天 难道是还小型的戏曲雏形吗 所以我起先的怀疑 北宋就应当有戏曲大戏 可是看她后来考察了慕年戏 这个观念又怎么样 又不敢 不敢把她落实 最近我又写了一篇这个什么呢 最近我又发现一些资料 还写了一篇文章呢 就觉得北宋呢 就有圣诞这样的这个角色出来了 那圣诞显示大戏 南戏曲大戏才有的 她又朝章在梦 然后问题是那个圣诞 虽然好多学者说那个圣诞不是戏曲角色 但是我从其他的许多迹象 她就是演演 在演歌舞在这个什么的 绝对没错的 那个圣诞就是那个圣诞 还有问题是北宋 但是这个什么呢 资讯太有限了 有好些啊 因为什么我们文献缺少 尤其戏曲的文献会怎么样 更少啊 零零落落 因为以前大家不重视 不重视呢 就不记载 偶然露出了一点知识马迹 所以这个中国戏曲 是不是一定要到南宋中叶或者是 这个今代的这个什么末年 才发展完成大戏呢 我是觉得应当可能还要往前一点 但是说话要有证据 证据就文献 就是田野考古的食物 或者碑迹 类似这样的东西 目前还没有 那为什么说慕连戏 它不能算大戏呢 因为慕连戏现在还存在 还有明代也有记载 慕连戏啊 我曾经有一年到199 我文章也写了 就忘了 在9293吧 在四川 做一个戏曲考察的时候 在四川的棉竺县 正在什么 开一个挪 挪戏慕连戏的学术会议 就配合这个学术会议演了一个 慕连戏的演出 我的结论我看来有说 哎呀 这就是 戏曲巨目 和 宗教仪式 和民俗 整个结合在一起 的一个 大杂烩 比如说演出 演出 演出呢这个 结婚的 场景 就跟着新郎 骑着马 在村庄与村庄之间 我们就跟着这个新郎 一直走到 新娘家里 新娘家里呢 前边就有许多 她的姑姑啊 婶姓啊 子妹啊 坐在这个 庭院里边呢 唱这个什么呢 枯架歌 这么唱 你看这个时候民间文学 也在里边 演出啊 这个 慕年的母亲下地狱 从庙里边就 冲出来一些 拿着钢刀 钢叉的这个什么出来跳 这是杂耍特技 所以慕年戏呢 是这样 而明代还有一部 这个慕年 慕年旧萌的戏文 里边的这些 也是一个大杂烩 所以呢 学者 包括我在里边 才认为啊 慕年戏啊 不是一种大戏 的形式 而是个宗教 礼俗 民俗 这个 熟温学 杂耍特技的 一个综合体 她记史里边 演出的戏曲 也是把现成的戏曲 拿到里边来 娱乐群众的 把现成的戏曲 拿进来 后来我也写了一篇文章啊 就戏曲 与宗教关系的出探 这个呢 我有一个学生叫做 林志利 他这一方面呢 研究的功夫 比较深 比较深 也就是说 现在挪移里边 在大陆各地的 有挪戏的地方 他所说的戏曲演出 并不是 并不是由这个挪移 原生出来的 像九哥那个 就是挪移 原生出来的 可是他挪移 在一个挪的形式里边 他未来要 娱乐人 可以常常把 已经存在的地方戏曲 借用进来怎么样 演出 这个就不是挪移 原生的戏曲 这是在仪式里边配搭的 就像我们迎神赛会 会不会演出各地方戏曲啊 演给神看啊 挪工挪母啊 所以这些要分清楚 因此呢 把戏曲啊 看作是根源 认为是由挪戏 是由挪移 延伸出来的 这个是 在逻辑上是说不过去的 它只是一个 挪移小戏的怎么样 的一种 也就是说 小戏 延伸出来的一种方式 戏曲的出行 不只是挪移啊 拿这个什么呢 民间的歌舞 你们所知道 太瑶梁 就是民间歌舞 也可以延伸出小戏啊 刚才说的东海皇宫 也是民间的杂技 以杂技为基础 为主要元素 原生出来的 那像九哥就是挪移 原生出来的 你宫廷里边的幽灵 幽 也可以原生出什么样 宫廷的幽灵小戏啊 所以我才下来个结论说 小戏是可以多元并起 多元并起 就像我们现在北方有央歌戏 长江流域有什么 花谷戏 东南彩查 江西 一带 福建一带 这个还有湖南 就彩查西 西南 广西贵州 云南一带 就花当西 这是各地方的这个小戏 也是多元并起出来的啊 因为小戏简单 它就容易可以 但小戏呢 它的主要元素不一样 这个小戏的直性和艺术的特质 会不会一样啊 就不会一样啊 你东海王公是以杂耍特技的 这种小戏就以什么 以仁硕的武打 武打为它的特色啊 太瑶梁是歌舞 它就以歌舞为主要元素 产生的就不一样 宫廷里边呢 说笑话 因为宫廷幽灵就闪烁 以说话为主 我认为这样呢 才是一个合乎啊 戏曲原生的现象 好 这个小戏系统 最早成立了小戏系统的巨种 我们说唐代有怎么样 唐代有参军系 请问参军系就是什么啊 那我们刚才说的哪一个系统 人生啊 宫廷幽灵小戏 这主要在宫廷演出 给君王大臣娱乐的 因为他的主角就是怎么样 参军 中堂以后 又增加了一个对手 就参军 就中堂以后 参军呢 启仙光参军演出的 那个主演者参军叫参军庄 其他参军来演出 可是后来 有一个和他对手 参军庄 参军系也会 也会发展的 也会发展的 到了五代的时候 在这个什么 另外有一股民间的东西 就叫什么呢 就叫什么呢 装疯卖傻的 也就一种 叫做 这个名词叫什么 要吃 有没有谁记的 装疯卖傻的 所以也注入了这个 那么五代的时候 就是说 有 五代的时候 开始什么样呢 出现了一个动作 叫做这个什么呢 铺打的动作 也就是说 其中有一个装疯卖傻 一个拿皮棒锤 就一打 这个是从 从那个后唐庄中开始的 所以参军系 在唐代宫廷 这个餐厅会不会流 流泊到民间呢 当然也会 所以流泊到民间 民间的气息就进来 你说流泊到民间很有名的 叫刘彩春 这时候的音乐就很丰富了 你啊 选管弄参军 这个 所以参军也会流泊到民间 中国文化呢 非常的 有一种包袱性 传承性 唐代参军系 到宋代 又再叫什么呀 宋杂具 宋杂具 宋代的杂具 杂具的观念有广辖两义 广义的杂具 和汉代的角底细 这个叫弄刺 这个叫弄刺 弄刺 东汉呢 到魏晋南北朝 魏晋南北朝 魏晋南北朝 有一种叫百戏 来 然后隋堂 《贼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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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等同百系 雜系也可以等同百系 雜記和雜系也一樣 所以廣義的這些呢 雖然歷代名稱不一樣 但實質內涵都一樣 腳底系 百系 雜系 雜具 詞彙結構多 只有哪一個不一樣啊 只有腳底這個不一樣 其他百系 雜系 雜具 詞彙結構是不是都一樣啊 那個百那個雜表示什麼啊 品類非常繁多 事實上就是所有的表演藝術的綜合體 都可以用這些來表現 因為中國啊 古代啊 重視的是雅樂 那麼雅樂是宮廷用的 民間的這些表演藝術 就用閃樂兩個字代表 閃樂也就是說政府不管的 不是像宮廷由太長清這些官服來掌管的 那麼腳底又是什麼呢 腳底啊 腳底啊 在仙情就有 腳底的意思 就像牛啊 羊啊 他們怎麼樣 那樣啊 春天的時候啊 公牛 公羊啊都會用腳互相鬥勝 這個動物裡邊啊 各位常看到的 一說把這種動作啊 就納入軍事系列 所以在軍事裡邊 就用這個模仿動物的腳底來腳立腳勝負 那這種情形 日本人就叫什麼啊 相撲 日本人相撲的樣子 和我們所說的那個 這個腳底戲啊 古代的畫像史 各位要知道啊 這個田野考古啊 對我們戲劇研究啊 古具的研究啊很重要的 有一種叫做畫像史 這畫像是藏在墳墓的墓壁裡邊 發現的 比如說腳底戲 或者東漢的這個漢代的百戲 有一個地方 這山東的宜南畫像史 哇 那個場面很盛大 種類非常的多 你能想像得到的 雜耍特技 幾乎都有 那麼腳底戲 目前文獻資料 最具體而多的 各位知道 漢武帝時候 描寫漢武帝 在平樂觀 在平樂觀 的一個 腳底戲的表演 就是張宏的 西京虎 張宏雖然東漢的人 但是他西京虎描寫的 是漢武帝時代的 是漢武帝時代的 平樂觀的 這個表演 那裡邊什麼都有 而這裡邊的腳底戲 它的意義已經 不一樣了 就凡有腳勝負 有一種技藝競賽 都叫腳底戲 所以捂龍 捂絲水捂得最好 爬乾水爬得快 或者是沖霞 比如弄了很多刀 讓你這樣 這樣 翻樂過去 驗樂 像驗子一樣 穿過去 或者是歌唱比賽 等等 都是腳底戲的範圍 所以 腳底呢 就由這個原來的 軍事的鄉鋪 到後來 只要腳勝負的 技藝競賽 都叫腳底 那麼這個 因此腳底內容 到東漢南北人 就把它叫拜戲 後來就砸戲 砸劇 可是我們今天所說的 繼承參軍戲下來的 宋砸劇 就是狹義的宋砸劇 好吧 我們今天講到這裡